新冠肺炎疫情当前 专家们都强调提升免疫力是防疫之道 民众如果想补充营养素 药师徐爱婷提醒 少不了维生素A、B、C以及新 维生素B、C是水溶性营养素 空腹吃吸收率更好 维生素A是脂溶性营养素 餐后服用更理想 比起保健品 药师更建议民众直接吃新鲜蔬果 维生素A有助于维持身体各部位黏膜的健康及完整性 可以多吃红黄绿蔬果 如胡萝卜、地瓜、菠菜 维生素B除了能消除疲劳 对预防感染、红血球生长、消化机能与心血管健康都有帮助 蛤蜊就富含维生素B 也能多吃青花菜、酪梨、鸡蛋及乳制品等等 维生素C是抗氧化的重要元素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除了大家熟知的柑橘类 芭乐、红甜椒都有相当高含量的维生素C 鑫是粘膜深沉、伤口愈合作用的重要元素 对增进食欲、增强免疫很重要 牡蛎、红肉、腰果、芝麻等是丰富的新元素食物来源 钥匙提醒 保健食品适量即可、多吃无益 建议培养定食服用习惯才不容易漏吃 狂吃特定保健品或食物也可能会让营养失调 均衡饮食才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